开封天的假日 狐狸猫与小猪蛙一起在家玩抑制积木 需要将不同形状的积木投入相对应的洞洞中 你们知道 如果把这些积木展开后 会长什么样子吗 这些积木都是立体图形 有些立体图形是有一些平面图形围成的 将它们的表面适当地剪开 可以展开成平面图形 这样的平面图形就称为相应立体图形的展开图 举例来说 我们分别将三角柱、圆柱与正方体 用剪刀剪开成右侧的图形 这些图形就叫做立体图形展开图 如果我们将展开图折起来 也会变回原本的立体图形哦 下列图形 下列图形何者属于圆锥体的展开图呢 答案选A 下图是一个正方体展开图 将它折成正方体后 回答下列问题 一、与甲相对的面是哪一个 二、和甲垂直的面有哪些 第一小题答案为 几 第二小题答案为 以、丙、丁、吾 将正方体剪开 我发现展开图好像不止一种长相 正方体有多少种展开图啊 首先 立体图形的展开图 并不是唯一的 再来 关于正方体有多少个展开图这个问题 其实也困扰数学家许久 并不是随便六个正方形拼在一起 就能折回成正方体的 像是图中的展开图 就折不成正方体 所以 正方体展开的形式是有限的 经过数学家们的辛苦尝试 正方体有11种展开图 下列哪一个展开图不是圆柱体的展开图 答案为B 选项B不是圆柱的展开图 两个圆形在长方形的同一侧 无法折回成圆柱 下列合者是正方体的展开图 答案选A 答案选A 有些立体图形不止一种展开图 那么所有立体图形都有展开图吗? 答案是有一个立体图真的没有展开图 那就是球体 球体并没有展开图 球是一个完整曲面包围而成的 在它身上 我们找不到任何一块平面图形 无法把它展开 下列哪些不是长方体的展开图 答案选B 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学到的知识吧 有些立体图形是由一些平面图形为成的 将它们的表面适当地剪开 展开成平面图形 这样的平面图形就称为 相应立体图形的展开图 立体图形的展开图并不是唯一的 例如正方体不止有一种展开图 而球体并没有展开图 现在你学会怎么展开立体图形了吗? 那么我们下堂课见咯 拜拜